没关系是安心 我就是安心 流星女死者的先生 痛失爱妻与亲友抱头痛哭 一旁还不满两岁的女儿 用圆圆的大眼睛 左看右看 似乎还不知道 最爱的妈妈再也回不了家 一个好好的女儿 在那里挺努力 对你给我赞出这样 那个小孩子怎么办呢 事隔一天 家属回到事发现场招魂 因为酒驾难得这一撞 撞碎了两个家庭 其中流星女死者的脸书上 满满都是老公 还有两个宝贝孩子的合照 大女儿还不到两岁 小的更是才六个月大 一夕之间没了妈妈 家属说什么都不能原谅 赵氏的酒驾男子 家属口中绝不原谅的 就是他赵氏的张姓男子 15号清晨喝得烂醉 危险上路 撞伤骑士又在撞伤停等 红灯的轿车 酿成火烧车两死悲剧 讽刺的是 赵氏的是名寻佐的儿子 惨遭躲命的 义人是赵氏者父亲同学的媳妇 义人则是退休保大远景的儿子 儿子酒驾夺两命 担任寻佐的爸爸自责 强调会尽全力赔偿死者 但等了一天 死者家属始终没有等到 赵氏家属的一句道歉 嘴上说后悔 却似乎没有让被害家属感受到 一丝诚意 记者张成华 张姓 SNG小组屏洞报道